虽然是荒废不久的一个建教大楼 却因为是由坟墓改建而有了许多鬼魅传闻 早期因为学生好奇触犯禁忌玩起昭灵仪式 没想到招来严重后果 学生竟然因此发疯 更有学生曾在深夜里 看见穿墙而过的鬼影大病了一场 空间独特的扭曲 本来就容易形成风水上所谓的巨婴 再加上建筑物的结构问题 此地形成了特殊的阴阳交界 灵异最终线前进搜索 又将有什么意外发生呢 翻签啊 别吵架啊 你的镜子在动耶 这个镜子用很大的力量耶 我的天啊 在面前 带一面前耶 我上去救你哦 你不要 你要 你站近 你不要动哦 来 进去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鬼话联片 我是焦之芳 我是李观仪 中国人非常的迷信 尤其相信风水说 但是呢 很多不孝的建商 往往呢 为了寸土寸金 想要盖房子 因此呢 把那些墓地 整个移除掉了以后呢 重新起大楼 但是呢 没有经过妥善的处理 最后呢 闹着整栋大楼呢 传说纷纭 对 就是闹鬼非常凶 南部好像有一个县市 他们的公墓呢 原本是一大片的公墓 但是呢 因为道路的计划 所以呢 硬生生的在整片公墓当中 开过了一条路 所以呢 每到傍晚 天色昏暗 接近要入夜的时候 很多从那边开车经过的人啊 就会看到啊 白影在这个路上飘过来 飘过去 在问为什么 因为附近民众讲 灵界的不用也要串门子啊 还有啊 真的 还有那个辛亥隧道也是啊 就是经常常困理故意 有什么老先生 就是他 你骑摩托车的速度 跟他跑路的速度一样 是 那是灵界朋友 是 今天呢 之所以谈到这样子的风水说呢 那其实跟我们要去的一个地方呢 有多多少少一点相同的关系 是不是这样子 对 没错 他是原本是一个建教大楼 然后他 可是他建的地方 以前是一片坟墓 然后到最后说 然后他变建教大楼以后 就会有很多的鬼魅传说 是因为他之前有一些学生啊 他就不信邪 他喜欢在那边玩一些招邻的事 导致后来好像有 据说有学生在那边发疯啊 或者是有学生看到有鬼魂这样穿墙 所以他就得了一场大病 就很多众说分云 那些学生在玩这些东西之前 他知道他们下面有这些东西吗 并不知道 并不知道 对 原本就是一个破坏了风水的一个地方 情况 再加上他们又玩一些 特殊竞技的一些游戏 对 哇呀 雪上加霜 所以呢 赶快来看看今天 林医最前线之游民地界 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啊 是一个 是一栋建教大楼 它就是学校跟仿制厂 一起合作的一个建教大楼 里面有教室 甚至于还有那个学生的宿舍 他就说 小心 这是什么 忘了 这没有 这有一个牌子 嚇死人了 可是这个地方啊 这看起来真的蛮新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人天花瓣 看起来都是新兴的 但是为什么会飞弃呢 其实这个地方也没有地震啊 然后也没有火灾或什么的 你知道吗 就是人家说这里因为 在我们脚底下踩的 曾经是一块很大的坟墓 其实要盖在比较阴的地方 你们要小心一点喔 你看这 我想这应该是他们的教室吧 还有白板 对啊 好大的白板 为什么 哪里 从后面 是那边吗 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觉得感觉啊 你看那这边还有一些什么 操作完毕后请将什么 键盘放好 我想这应该是他们当初 这是上课的地方 我们继续往下走 不好意思 我们回到 你们往下走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地下室 即使整栋大楼仍然保持完好 但暗夜中不顿窜出的声响 却仿佛应和着此地的灵异传说 隐藏在各方角落的状况 将会以各种方式与监兵们进行接触呢 对不起 监兵们往地下楼层进行搜索 我一直听到有人在走路的声音 不好意思 你赶快下来看 还有很多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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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一直听到地下室有人在走路 下面有没有没有没有 有啊有 对不好意思 而且他们这个地下室感觉蛮大的 你看还有文康中心 什么叫文康中心 可能是他们娱乐中心吧 我在想 不知道而且还有一面时间 对 对啊对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这边的镜竹声蛮奇怪 而且 我们刚走下来地下室 有一股很奇怪 很机器的味道 对不对 机油的味道 机油的味道 非常重非常重 我看一下 你看地上啊 都好多那种电线是不是 有蓝色的跟红色的那种电线 加上很多东西都 你看真的是纺织工厂 你看 就是那个纺织工厂的那个线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的天啊 什么 书棉机 我想这下面应该是他们的 教学的地方 你看 这边还有说什么 这是圆毛刷什么 整个都已经其实已经烂掉了 这真的是一个 整个就是应该是一个教学生 怎么样如何纺织的 有点像石席的地方 对 没错 我的天啊 我没有看过这种东西 你看 小龙你小心一点 你看它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知道 没有 我学过这种东西 这应该是那个 有点像模型吧 他们纺织的那种模型 整个机器在这里 然后要教导学生怎么做 好像是教导整个世界的结构 那是什么声音 怎么机器有在运作的声音 不知道 这边应该没有什么不可能 抱我的天啊 应该有收到你机器的声音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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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地上是很大 而且应该是他们属于那种机房的部分吧 不好意思 对不起 这是什么 这有一个好大的机器 你知道吗 我刚才听到一个机器运作的声音 是这个吗 我不知道 由于气流中的不寻常 隐约传来疑似机器运转的声响 已经停业的建造大楼里 难道还存在另一个空间的运作吗 街民们有了更意外的发现 你知道吗 我们一走进来就有那种很臭的味道 这应该是他们的机器也没有错 可能是他们中央的那个配电箱 这么大的配电箱 对 对 不好意思 我往下走 你看 有人在这里烧什么纸啊 这是什么 我看到 好像 名纸是不是 怎么会有人在这边对 不好意思 仿佛是感受到精兵们意外的闯入 接下来不寻常的现象开始发生了 世上并有 有东西滚了 你看 他怎么会自己滚过去啊 你们怎么会这样 不好意思 你们都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是什么东西 筒子 筒子倒了 筒子 是这个吗 他刚刚有没有自己倒 不好意思 是这个筒子吗 对不起 这筒子很厚重耶 不好意思 你知道是专门放棉花的 就是年续的那个筒子 可是刚刚突然早下来了 我们先上去好了 从这边看得出来啊 这边 没有啊 没有 刚里面都没有啊 对不起 一个很大的巨响 好可怕 我们上去 我们上去 对不起 我们现在走上去 对不起 你看我们地上 很多的玻璃 而且 细玻璃 踩到真的是 还有那种烂烂的鞋子 我觉得在之前 正在荒废之前 应该还是很多人坐在这里 对 比如说流浪汉 因为都还有一些 比较现代现实的 小心 现实的东西在这边 刚刚有人朝我这边砸玻璃 我不知道 好像飞过来了 对不起 你看那边好像还有一个碗 散乱的地面上 突免而不协调的摆设 让人不免作作联想 由于状况一直不断 更暗示了此行的危机重重 那种大家乐很流行的时候 人家最喜欢来那种 很阴的地方 求那个 求那个大家乐的名牌 对啊 这个感觉好像是那种 是在那种 滑那种的 那怎么说 去吧啦 对… 滑帅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弄破了 我的天啊 你把它弄破了啊 我没有啊 我刚刚没有碰到我 破掉了 我的天啊 太吃到我了 你… 怎么破的你们有看到吗 太夸张了 有吃到你吗 有吃到你吗 我刚整个左手臂都要噴到 太夸张了 好危险喔 对不起 你们没… 我们就没有去拿它这个东西 对不起 不好意思 这边打扰 对 打扰… 对不起 我们今天这个地方是二楼嘛 你看 他们这个门上面 写的都是泰文我在想 这应该是泰文 不好意思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有人吗 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打扰了 哎呦 我好怕 泰文的内容 似乎表示房间仍然为人所有 但当Amy试着抄门招呼时 门内却传来了不可理解的声音 有人吗 有 有… 你是人吗 你是人吗 怎么没有回到 干嘛 你没有在哪里 你 你住在这里吗 你 你住在这里吗 没有声音了 好奇怪 这个门也打不开 可是里面 里面啊 里面啊 有个人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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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学校的走廊 我在想 嗯 你知道吗 几乎每一个房间里面啊 都会有棉被 我觉得 应该是有 有希望真的是 有人 这间有儿住 没有声音 要不要照我 你看照吗 我看不见 对不起 对不起 可以照吗 这是怎样 有人 这个房间一直有人的声音 太可怕了 你看这个 我们刚刚往那边吵吹 哇 最近 有人吗 还有人这样子问的 虽然到了一个这样子的 废弃的房屋里面去 敲了其中一个人 一个门 门里面传出来 没有人 你是人吗 不是 我是先敲 然后他就说 没有人 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会有 可是那声音很像是人的声音 所以我才说 里面有人吗 对话是很奇怪的 我也没有听过机会说没有人 什么叫做那是人的声音 对啊 门是一直推不开 对 之后你们在继续就是 努力的过程当中 那门一直没有打开过 对 我想它应该锁起来 所以你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 一直都没有办法确定 对 而且我们感觉上这次的 整个搜寻的过程当中 一直觉得不知道是人是鬼 那个感觉很可怕 我觉得感觉就是说好像现场真的还是有流浪汗 然后可是又有时候又不像你知道吗 因为一看就明明就没有人 就是很恐怖 就是因为有可能有人跟鬼参半这样 所以就让我们现场感觉更诡异 就是更惊悚 我是觉得蛮诡异是那个碗工 为什么自己突然碎掉 对 而且不是就是破两半就算了 它是整个啪然后就碎开了 对 对 那个碗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殊情况 之前看它好好的在那边 之后踩一个转身碗就破掉了 另外那个装棉絮的筒子 原来倒了 他们把它扶起来 踩一个转身 居然要发生巨响 再过去看 还是一样好好的 对 所以这次蛮奇怪的是 我没有办法解释那个碗为什么破掉 因为我那时候在讲说 很多人会去很阴的地方 去求名牌 比如说那个 之前我们说八斗工 对不对 那就是那个感觉 就感觉很像 而且那晚非常的久 才讲完之后一转身就破掉 我还问我们工作人员说 你们有没有看到怎么破掉 他们就说有就是这样啪 然后而且听说他们 他就说有拍到 然后我就说 好 原来是这样的 因为可以确定是不是我们去弄破的 对 离你们还有一段距离啊 而且还喷到他 喷到我 那你还责怪他 是你弄破的吗 不是 他跟在我后面 那时候一想的时候我就往后 他马上否认不是我啊 对不对 我还没闻到 以往呢我们去一些这个大一点的环境去拍的时候呢 那机器可能会拍到一些环境的空音 不过这次很明显的听到有机器在不停的运转 这样子的情况 对 那整个感觉是像中央空调的很大的那种声音 因为一般中央空调发出来的声音都会非常大 然后就回绕在我们每个就是地下室哦 到地下室的时候 那时候我看到是在地下室 那时候是你发现吗 对 一般来说我们在一般所谓的招林 它有好几种方式 我们中国一般民间 最常用的大概就是 所谓的什么笔线啊 快线啊 甚至所谓的扫发线 琴线啊 那椅子 然后亚古啊 这一类的这一类的那种招林术 在国外的话 它甚至有就是所谓的招林会 就一群人 我们家每个人手指头 小指头贴着小指头这样围成一圈 那他可能会借由其中的一个 宁媒体质的人 那么他上他的身来讲一些话 那事实上他们有正式 透过就是说这样的方式去 可能知道一些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甚至现在就发生的事情 那在这个现场里头 因为临界朋友比较多的关系 所以变成说 我们它就是让你感觉到 当时可能从工地开始挖洞土以后 甚至到后来 比如说成了一个工厂或学校 那么中间的一些过程的一些声音 会让你听到比较清楚 可是因为那现场的学生 就是之前住在那个宿舍的学生 他们就是有玩一些 比如说像是半夜的时候 梳头发 甚至于在镜子前面 削苹果 对 像这样子的东西 还有玩那种蝶仙 因为这个是 大家知道说蝶仙这种东西 真的是不能玩 连新闻都报道出来 可是他们那时候并不知道 所以就造成了 有些学生已经疯掉了 听到大家这样子谈 谈完了以后呢 仿佛现场必须要找一个 像虎壁哥伯那样子的一个灵媒 来谈来 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有一个圆满的解决 我们赶快看看你们接下来 探寻其他地方 有些什么样的特殊状况 很惊人 来看看灵异最前线之 幽冥地界 白天啊 别吹了 剑兵的搜索时间越长 内教人觉得此地状况不对劲 究竟在这场经历的探索中 剑兵们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敬请拭目以待 即将展开的灵学实验 敬请拭目以待 敬请拭目以待